大家好,我是吴博士 很多人把苹果醋当作饮料 并从中获益匪浅 有人每天喝几汤勺苹果醋 几个月之后发现体重减轻了 对于超重的人 每天喝两汤勺苹果醋的减肥效果明显 而且他们的身体指标改善了 比如体重、身体质量指数 内脏肥胖指数和臀围 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还有人在吃饭的时候喝一杯苹果醋饮料 用来改善消化不良 有些人缺乏胃酸 通常胃酸酸度在1.5到3.5之间 大部分是盐酸 这是很强的酸 但是胃酸分泌不足的时候 比如疾病或者机能衰退 消化能力会下降 吸收矿物质减少 杀菌功能也降低 引起负胀和消化不良 而苹果醋可以增加胃的酸度 帮助人体产生更多的胃蛋白酶促进消化 对于血糖高的人 特别是胃岛素抵抗的患者 苹果醋是控制血糖水平的自然方法 在餐前喝一杯苹果醋饮料 可以提高胃岛素敏感性 减慢胃排空的速度 防止血糖快速上升 如果在睡前服用一点苹果醋 可以减少黎明效应带来的过量血糖 而且只要很少的苹果醋 就能达到这些效果 有胃酸反流的人 苹果醋也能改善病情 正如我这另一个视频中讲过的 当他们喝了一点苹果醋后 反酸便消失了 反酸烧心 实际上是由于胃酸量不足引起的 正如我之前讲过的 苹果醋的确有很多好处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谈谈苹果醋的副作用 喝苹果醋有哪些禁忌症 哪些人最好不要喝 苹果醋含有乙酸 它会削弱牙幼稚 天长日久会让矿物质流失 导致助牙 虽然我们喝的苹果醋是经过稀湿的 但是为了防止对牙齿不必要的腐蚀 使用一只吸管 可以减少酸对牙齿的侵蚀 或者喝完苹果醋后用清水漱口 有些人用苹果醋涂在皮肤上治疗感染 或者用来除痣 结果会引起皮肤灼伤 因为苹果醋有一定的酸性 还有人在服用了苹果醋片后 引起了喉咙灼伤 我再次提醒大家 苹果醋一定要经过稀湿后再饮用 不能直接服用原液 可以参考我说的比例来调配 有人喝完苹果醋后症状会恶化 因为本身有胃炎或者消化道溃疡 这无疑会加重病情 使伤口更加严重 所以如果有胃炎 有消化道炎症 一定要避免服用苹果醋 苹果醋会延缓胃排空 降低食物离开胃 并进入下消化道的速度 可能会引起辅障 苹果醋可以预防糖尿病 但是如果已经在服用糖尿病药物 或者胰岛素的时候 请避免食用苹果醋 因为这些药物会降低血糖水平 当他们用苹果醋结合食用的时候 血糖可能会变得更低 这是很危险的 治疗高血压的药物 通常包括利尿剂 它将多余的钠排出体外 随着钠的下降 它也降低了钾的水平 所以苹果醋和利尿药的组合 进一步降低了血液中钾的含量 也会引起一些健康的问题 苹果醋虽然是健康食品 但是要适量饮用 过量服用仍然可能有健康危害 所以一定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度 每次喝多少比较好呢 我会在下一个视频中 谈谈苹果醋每天的合适用量 谢谢收看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